主持人自己的說法就是 民望這麼低,你快退選吧 香港就是這樣 你記不記得自己曾經要求過唐英年 你跌了這麼多民望,證明香港人是不支持你,你快退選吧 難怪何卓仁你快退選 顯示他一直都沒有誠信 他之前的說法說跌得厲害,市民都重視誠信 人家一直跌下來,都還贏他一倍 現在已經有這麼多民望,壞到沒得再壞了 大家已經覺得唐英年不是一個男人 沒有肩膀,沒有公信力 何卓仁都重視給他 但是這樣看來,葉劉的上升程度都頗高 尤其是他不斷這幾天拿記錄,拿遮掌 他是有機會過梁仔 所以跟大家說說,現在整天選舉 他在星期三做個截止提名 現在等著星期一曾育成的宣佈 如果曾育成宣佈參選,那就瘋了 如果曾育成宣佈不宣佈參選 剩下兩天的一場戲 就是葉劉能不能拿到150個提名入閘 然後用他的民望去威脅梁正英 休息一會 唯? 唯? 唯?醫生? 起床了沒有? 蛤?你這麼早打來?我老婆在叫喊 找我什麼事呀? 嘩?你這樣都不記得的 我們 我們主持的節目《明星潮衣館》 改作是星期一的早上十點鐘播出 怕你不知醒起床做節目 是嗎?那你快點叫網友起床聽吧 不看不知潮流道 不聽不知身體好 明星潮衣館早就敢超 這首這麼好喝?哪裏買的? 我在Yes Wine.com買的 這個網站的酒種類繁多 而且負運速度快 一落單,兩天就收到 網購葡萄酒?信不信得過? Yes Wine.com的母公司 有超過十三年電子商務營運經驗 信譽良好 還有珠場品酒師提供酒選推介 服務包你滿意 現在所有訂單還免運費 一支都送的 快點點入Yes Wine.com落單吧 香港人網大達地 珠高City團購網呈現 精明網購熱買流行榜 Hello大家好 今天又是我Zero 跟大家介紹優惠 作為一個對生活有品味的人 是對生活細節有所要求 小魚一般每天都喝的咖啡 都一定不可以馬虎 第二位 如果你好像我Zero一樣 這麼有品味 以下的優惠就不可以錯過了 由Best Drink推出的100% 在荷蘭製造的ICS特龍咖啡豆 加經典磨豆機套裝 ICS特龍咖啡豆 全部都是新鮮烘培 泡製出來的咖啡香醇又滑醇 還有ISO國際品質保證 原價413元 現在團購157元 就可以在家裡或辦公室 都享受到比美專業咖啡廳 衝出來的咖啡 作為一個生活有品味的人 這個優惠 你不可以錯過了 每天買的便宜一些 精明網購熱買流行榜 是由香港人網大大地 最高City團購網贊助播出 林宇洋、萬必、聲薛醫生、劉翁 還有袁黎明和近文芝 和你一起打造妄想最大檔 真的還有很多話要說 即使我今次 你已經很適合規定 我已經很適合規定 但第二節還有很多話未說到 包括有西九門的進展 還有約度燭光晚會等等 不要說這個 那西九門說不說 西九門昨天蕭先生已經說了很多 西九門我反而覺得 我反而覺得 省小燕子選舉的活動 不一定要說約度燭光晚會 但這可以是一個引指 有很多 自從同英年第1月入閘之後 接著惹來很多 北滿 有些社群人士還是什麼 就跑去唐英年 不是 不如這樣說 有一群Roundtable領頭的人士 去了唐英年的官邸抗疫 本來還有不止的 還有工黨 都曾經想去反對小燕子 去唐英年的官邸前示威 但搞了一下 突然改了 去政府總部 是嗎 沒錯 那是不是一種懸崖 臨崖立馬 臨崖立馬 我的理解就是 因為工黨現在 其中一個工黨的黨員 應該是 葉寶林是工黨的黨員 應該是 對於去虐度示威 都感到不滿 因為原詩的名字 在整個籌碼裡 全部都抽出來 剩下少數人 所以宇洋說也是對的 就是Roundtable領頭 因為很多人 後來那些人全部都抽出來 又罵 我們不應該去啊 鬥我們什麼什麼 所以也導致工黨 把這個籌碼頭 不是指向唐英年 應該去政府總部 這是很基本的 這個錯案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錯 或者這個表態 被人批評 說你其實是針對唐英年 根本是很明顯的 其實 如果你是反對小燕子選舉 麻煩你去找一個正式的地方 和對象去反對小燕子選舉 就不是去唐英年的官邸門外 反對小燕子選舉第一 和要求唐英年退選 再加上要求何俊仁退選 這些全部都不是 反對小燕子選舉的做法 我想特地借這個機會 去多謝一下 應該說表揚 表揚一下 Facebook網友 因為大家對於踩倒這個 弱道食花生的燭光晚會 把正確的訊息宣傳出來 他們在那晚其實做了很多事情 因為你看見他們 自至有人發現這件事之後 然後有人去指出 一來為何他們都偏偏不罵何俊仁 第二就是去虐度選址 其實是大錯特錯 這兩件事很積極地在Facebook上 不斷灌輸下去 才令他們整個囚組的名單 人名逐個抽走 於是再影響一件事 影響到工黨都把地點搬去 離開弱道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用一些小小的機會 去表揚一下那幫整晚出力的網友 不過其實我們不要再多說這件事了 因為其實只有那幾個人去 十個人都不知道有沒有 都不成為一個社會事件 不成為社會事件 不過看到其實真的整件事 無論那個牽連政治的鬥爭和影響 是去到武縣佛街的 他們說那幫人 不知道去來幹嘛 零無腦在那裏吃花生 你參加這些活動 參加這些遊行示威 你已經不是吃花生的一員 還說自己在吃花生 不用腦的人 這是一個特別的事情 西九門我們就不詳細講了 因為很多節目都講了 其實發展 還有很多事情可以走出來 包括內會已經通過了 向大會提出 用P&P 西九門這個事件 其實如果P&P過得到的話 其實梁振英是非常不適合的 如果他真的做得出的話 天天出傳票叫他來回答 那你就不用劃 但是問題是 他是可以馬上來的 即是馬上邀請 還是要等小組委員會的委員 成立了 籌好 這樣才開始邀請人來 會不會過了3月25日才成立 這個P&P 那不是的 如果大會 下星期三日通過的話 就可以了 不過我只有一個點 去講關於CY 即是關於西九門事件 我剛剛看了《信報》這篇評論 都講得很詳盡成的 西九事件 不過我覺得《信報》是有立場的 嚴重的立場 去指責CY 他就引述梁振英的辯稱 有關的申報是指公司和參賽者有關的 而梁振英就不知道有同事曾經免費提供報價服務 所以就沒有申報到 這個說法 他現在這樣說 本來是沒事的 但是還記得當西九門剛剛揭發出來的時候 梁振英就很大條道理說 喂 是參賽者的責任 不是評審的責任 要去公布這個利益的關係 即是你現在又改口了 我只有這一點 如果大家看清楚 《信報》這幾天 《記曉峰》對於梁振英的前言不代後語 其實都很清楚列出來 說真的 如果在《團體特人法案》成立之後 調查西九門的小組的話 拿著這件事去問 其實都很難回答 老實說 所以都不說得少 而且這件事可以長期 可以連在3月25日特首前 勁搞 日日開會 還有P&P是最好玩的 P&P是公開的 是啊 即是你隨時打開 立法會直播台可以看完 是啊 這個直播的法庭 其實是很精彩的 全民公審 雖然我經常都強調 其實我不明白為什麼大眾傳媒 要花那麼多力氣去說特首選舉 包括我們現在都很不其然地說了很多時間 在這個小圈子特首選舉 所以都沒有怪人 不是啊 問題是我想說其他 沒有東西讓我說 我那天和記者在說 你們最近都不用做事了 沒有人會理你們了 又真的啊 我們做什麼都不會有人理 個個都去說特首選舉 因為焦點就在那裡 而普遍有發生過的事情 就當成沒有發生過 包括人民力量舉辦的長者回水八千多人有 哇 除了東方有coverage之外 所有的電子傳媒是零coverage 報紙也沒有 但實際上是有千多人 千多個長者是包圍 千五個 對 千四個 包圍政府總部 其實是一個很盛大的行動 喂 PMP是過了 現在成立PMP了 不不不不不 PMP現在在內會 通過了 然後就會在大會提出 不會 如果在內會通過 大會通過了 內會是全票通過 沒錯 內會是全票通過 這幫人跑了 除非是瘋 否則 像塗膚感患 這條權負責特權法案 將會通過 就算PMP對梁振英 有任何的譴責都沒有事 沒有任何法律可以跟進 對,譴責他,如果覺得值得檢控的,就去檢控吧 但這個PMA就會令到所有東西,而且不需要再問誰,可否公開,可否不公開 因為那是一個法庭來的 以及不用經政府篩選過的文件,全部你都要交代上來 回水沒有報道,大家知道,不用多說 有些人嚴重地批評,為何要將示威或展述立場的活動和聚餐放在一起 你喜歡這樣說,你就這樣說 我沒有意見,你問我穿紅色衣服好看還是藍色衣服好看 這次我們擺明,所有東西都在陽光底下進行 亦都說得出,究竟是誰捐錢的 沒有錢就做不成,黨員 而且現在又不是到選舉期,我做又怎樣呢?又吹我什麼仗呢? 我不是很明白,如果參與的人完全知道是這個遊行,而且知道這個議題 我想問你憑什麼去批評? 你憑什麼? 如果那些老人家是知道了,說得出,曾蔭權打劫,曾蔭權打我荷包,回水八千 老人家自己會說得出的,那你吵什麼呢? 算是他們的慣常伎倆,盡力把事情模糊化,都是一般的手法力量 我覺得是有一些,一直都不說支持人民力量 覺得人民力量沒什麼,沒有中立的人,對於這件事他們都有些微言 但我想說,每人都有這個決定,我們就下了這個決定 如果你從一個社會關為深出發,其實你都覺得,譬如我之前都說過 其實這一班長者,由頭到尾都被排除於整個社會裏面 政府對他們是這樣,連社運也是對他們是這樣 因為將他們因為年老體弱,又或者住離開港島 於是你怎樣期待七一遊行,他們可以出來走全程呢? 於是你就是為了你自己的說法,他們不可以跟這些聚餐 或者拿旅遊車去接他們,連在一起 否則就會瘋了社運的神聖 於是你就繼續把他們逼在... 慢著,慢著,你可以繼續說 但是,現在真的有人說過社運神聖嗎? 沒有,就是他自己說的 而且社運是沒有神聖的,我想說 當然了,當然了 而我們的宗旨就是讓我們的社運壯大 所以我們無所不用其極地讓這些長者能夠參與 其實也是出於一個社會關懷心 因為當你跟他們每一個人在每日常,每日接觸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他們對政治那種關心 對於香港整個情況的關心 他們都會有一個熱切想去表達的 但是外於情況,他們怎樣去用傳統的方式表達呢? 難得有熱心人士去捐出這些錢 去讓他們能夠參與表達 你現在那些人根本都沒有進去 沒有在現場參與 沒有跟每一個公公婆婆談過 沒有問過那個捐錢的人 然後是說這些大言不慚的說話 其實就是侮辱長者 侮辱公公婆婆 侮辱捐錢的人 侮辱那天拿時間出來扶婆婆的義工 你侮辱所有的人 我就不明白為何這些人還可以為社會正義站在那一邊 所以有空去酒樓、公園等地方 其實你跟那些公婆或上年多的人去論證 其實你一分鐘就論他們不過 當然不過 人家吃鹽多於你吃米 只不過有時候他們作為一個 那麼少一年多 也看了那麼多事情 可能行動上也沒有那麼不便 或者車費上他們也負擔不了 只不過我們人民力量是作為一個媒體 即是作為一個政團 即是作為一個政團 我們資助他們 不是搞清楚 不是人民力量資助 我們是有支持者 即是善助之助 我們facility這件事 即是希望人民力量 即是作為一個中介人 即是作為一個幫助 即是作為一個中介人 即是令到他們的聲音去到政府總部表達出來 而我有很多朋友都特地為這件事問我 他們當然懷著善意去問問清楚這件事 即是我們的思路是怎樣 解釋了之後 每個人都很誇張 其實跟他們一向的做法 其實是無疑似 只不過大家背上有一個烏雲 有一個陰霾 就是當初是少社民建聯 他們會載人去什麼什麼 最核心的問題 就是他們被人載那些 要麼真的貪吃 要麼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議題是什麼 最主要是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是不同的概念 真的 就是叫付錢令到有人投數 而那個人投數 自己本身是不知道支持什麼 但我們這個長者 胡水八千一日遊 是完全所有長者現場 你跟每一個長者講話 我們現在要求政府 這個財政預算案胡水八千 全部都很清楚 全部頭腦很清醒 全部都支持 而且是在報名之前 已經很未能告訴他們 而最重要一點就是 那些支持者 就是捐助出來的支持者 那些三位 善長人用 就是希望 他可以令到長者 聲音可以發表出來 還有一件事 我想很多批評的人 都沒有試過 跟民建聯式的旅行示威團去交手 當你跟那些公公婆婆交手之後 你就發覺他們真的 我不可以說他們是無知 但他們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就是一個主要的分別 而當日那些婆婆也很聰明 她大喊曾俊華打劫阿婆 那令人不出曾俊華 都知道是相當聰明 所以很多義工都回來 跟我們說 其實很感動 也在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這些都是我們未來 一直會搞活動的方針 我想我們年輕力壯就不太發覺 這就是政府總部的問題 其實如果你當日帶過他們走一個圈 就知道 其實公公婆婆 其實他們付出了不少體力 去走一個圈 因為他們可能有些路段 他們要下三四十級樓梯 其實警察是很緊張 他們會在那裡 怕他們會有意外 所以其實 不要以為我們載他去 叫兩下就完了 他們走一個圈 他們看你的付出 是比起我們年輕力創 年輕力創的人 辛苦了很多倍 是呀 而他們是可以拒絕的 但他們都不拒絕 所以東方那裏報得很對 共住拐掌 有膝頭退化的公公 都不斷走 原因就是因為 他們要用盡自己的力氣去表達 坦白說他們去到政府總部 坐了在那裏 我不走了 然後等你們游完層之後 我們上車去吃東西 我就催他不走 是呀 但他們全部都是很有心地走完那個圈 就算他坐在那裏 難道我會說 那你不要去吃飯了 我們不會這樣做的 所以 唉 不過 要罵的 就有很多事情 都找到一些東西 他們會找到 不知從哪裏找出來 其實說真的 你如果沒有想清楚 去罵人做些事情 其實顯露出你 其實是一種 想包覽一些長者 或者是不能夠出來 親身參與 或者有很多困難去參與遊行的人的意見 是很可惡的 其實現在是有人 有善長 有有心人 是希望他的資助 令到這一班 可能平時不能夠很直接表達意見的長者 可以直接表達到意見 令到 我們不是人民力量 是令到他們的聲音發得出來 而我們只不過是facility 這件事 而是那班 爭亂的社會人 又覺得 出來遊行 是不應該說這些 其實 深深處 就是想包覽 這班長者的想法 就是想代表人 其實是一點都不尊重別人的意見 一點都不是自由主義者 所以這班人全部都是西人 他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自由主義 等於我們上星期日去旺角的時候 來聽我們說話的人 即是來人民力量講 回水八千論壇的支持者 或者參與論壇 或者站著聽的 他有他的自由思想 他聽完我們說的話 然後不妥公民黨 不妥民主黨 走去吵人關我們什麼事 你又要入我們數 我催你不將 那你入吧 但如果你覺得 這樣也是關我們事 這樣也是我們煽動的話 麻煩你去批評社民連 去衝擊唐英連 或者是梁振英 遞交表格 沒錯 支持者走去搞何俊仁 即是覺得他參與小圈子選舉 覺得他反對回水八千 有什麼不對 他是一個公職人員 他是一個立法會議員 他是一個特首的候選人 我再重申一次 是呀 一個特首的候選人 如果在街頭出席論壇 可以面對民意 麻煩你回家睡覺 是啊 如果你可以截著特首 然後問他 知不知道宋米巴南飯多少錢 我覺得同樣道理 我們可以圍著何俊仁問他 為什麼不支持回水八千 有人覺得那些是人力支持者 是他們是人力支持者 但他們不是exclusive放我們 有一個例子 我們其中一個義工 我不開名 我看她的Facebook 她有跟Claudia對話 即是毛孟靜對話 我看了出 原來她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 她有幫過公民黨手 即是幫過毛孟靜團隊手 那你也可以說她是公民黨的支持者 公民黨自己踩你自己踩你 即是毛孟靜的支持者 那你為什麼要入我的帳 他支持過你的 他應該支持著你的 他現在都說繼續支持毛孟靜 只不過是不欣賞他 去跟民主黨走得那麼近 那是不是公民黨自己踩公民黨自己當 你為什麼要入人民力量帳 所以現在 總之那些政黨 因為太多交事做了出來 根本是全民 市民 稍為認識多些 或者關注多些 都已經心裡面有道火 所以你們如果八甲黨 那麼疼心 那麼不接受群眾的壓力 我奉勸你千萬不要參加任何在街頭搞的論壇 還有還有一件事 他們說那天是說中港兩地的矛盾 而不關回水八千事 不關財政預算案 說回水那件事 怎麼會不關事呢 我隨口說個例子給你聽 譬如現在就是因為很多中港交流 很多內地人下來旅行 來消費 來買東西 令到租金競升 原本經營開的那些小商戶 那些個體戶 就沒有辦法跟一些大財團去競爭 變成他由一個很優勢的收入 開始賺不到錢 因為租金不斷升 他賺到的錢 全部都要給租了 那就是要靠那些錢 來救命也好 過活也好 令到生活不要說安穩一點 是掉到命而已 浪費氣了 一個中港矛盾 他因為中港的交流 或者經濟活動 令到出現更嚴重的貧富懸殊 這個就已經是要討論 究竟是否支持胡水八千 沒錯 不過這些 因為我們要討論清楚 因為這些人 我覺得其他民主黨出來 罵我們 我們當然明白 根本上就是對家 什麼時候做什麼 罵何人他們都不妥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 希望我們搞論壇的時候 他們來圍我們 沒錯 我多想你腳 我多想你搬救人出來社會運動 真的可惜 我們都不會腰斬 你可以繼續指罵 我們會繼續舉行 也不會影響公民討論 這些是最低能的說法 如果你說影響公民討論的話 麻煩你譴責9月1號 梁國雄衝進去辯論 這些我們在城市論壇 罵謝志峰 都已經罵到口臭了 現在是搞幼稚園式的秩序 我去廁所 去柯尿都要舉手 現在中學都不用了 小學都不用了 但反而你做一個街頭論壇 面對著一個 可能上次博士 什麼都好 下次犯夫走卓 他完全沒有讀過書 也好 即是你在這樣的環境裡 你怎麼要求一個幼稚園式 柯尿要舉手的秩序 我們如果碰到他 又弄壞你任何一塊東西 一塊紙牌 你立即找警察來抓那個人 講過何俊仁就拉下去 新西的立法會選舉 這個講回一些 往上將來黨最喜歡講的 就是選舉和政黨的八件事 民主黨就好像剛剛投了票 34個區議員 互相選超級區議員的議席 互相選的情況之下 推舉 推舉了陶謹申 還有另一個尹兆堅 給中委會和特別的會員大會去參考 何俊仁自己是退選的 他就說他不會選的 而我對於馮偉光沒有選中 就覺得很痛心 很痛心 對 一個這麼有質素的人 對 哎呀 他贏了我 應該說 你出動道都拘捕他不下馬 你多有質素 我應該是否打他發出一個現電 不是 即是叫他節哀順變 對了 What a pity What a pity I am so sorry I am so sorry 羅健熙 其實就是簡稱 對 但是最終就出不了 但是現在這個決定 是不是已經決定性了 還是只是提名 即是提名 尹兆堅說一下他的背景 尹兆堅是由佳公轉會去民主黨 哦 招雞不是親生 對 不是根正苗熊 但是他在區議會的得票不錯 他拿了六成三選票 在哪個區 葵青區議會 石陰 即是街工的地盤 那即是握著地盤過當 是啊 當然了 有嫁妝 就是因為你的地盤 我才讓你過當 你搞錯了 我起他底 我知道他六、九年出生 OK 不重要 沒什麼興趣來的 即不是我們的年代 有網友說 這個選舉八卦 大家都蠻喜歡聽 有人說 鳳偉剛出不了超級區議員 可能會出香港賭直選 一流好看 其實日體的私財很好看 民主黨的三件 馮偉光、善仲佳和金奈威 很好看 不過真的很好看 馮偉光是有錢的 不是 他是生意上的友好 可以在金錢上支持 就是簡直有錢 這個時候的說法就是 他說我需要有資格去出選超級區議員 不過這樣 即使尹兆堅和陶謹生的名單 所謂的決定 不是最後的決定 但是馮偉光的機會都很低 因為我相信有改變的可能性 只不過是何俊仁進來 是 因為現在他選特首 他沒理由就說 我又參選超級區議員 擺明你是想選什麼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如果民主黨真的出 民主黨真的出這兩個候選人 一定是分開兩條名單 就不會是一條名單 那 都 挺 坎頭埋牆 坎頭埋牆 其實是打算做死事的 就是擺明 隨便找個劉羅潭就填了一個位 唯一一個可能就是他跟其他所謂的民主派協調 包括 公民黨出一條有實力一點 然後民協可能出馮檢基 然後這樣拼三條 逢檢基一定出的 這個我都相信 這個一定 問題就是你拼三條 如果你是想著跟友好談過 那我為什麼要提兩個人 哈哈 你要選嘛 我又不讓你選 除非這個陶瑾森、韋士基 是一條名單 我自己去排第二 這樣就行 這樣就行 原來他不是兩條名單 因為我到現在都不能接受 何俊仁出選特首 不是為了超級區議員 他鋪路 沒事的 可能他這個就是 我選不選 我是選直選 你不要再說 我參加這個特首是選超級區議員 即是他封你柔柔縱口 這樣而已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在這個節目 就順便提起 如果真的這樣出發 而民主黨這樣出 尹兆堅、涂教授兩條隊 那田北辰 你就真的一定要出 不一定要出 你真的要很積極考慮 尤其是超級區議員 需要全港的知名度 而田北辰 又不真是傳統的 所謂左派的形象 他有可能得到中間的票數 甚至 我相信他一定有聽這個節目 白姐姐都可以出選超級區議員 是的 尹兆堅 Who is he 我知道尹兆堅 當然不是 我知道是給人面子 我告訴我 我真心說不懂 但如果現在決定了涂謹申出 涂謹申其實贏到 這件事就好看了 最好看的是九西 是 馮檢基 就超過一半的彩數 就會出選超級區議員 即是兩個原本在九西的立法會議員 就跳到超級區議員 九西 沒有加過議席 一樣是五席 然後呢 有兩個民主派就走了 那就好看了 對於他們兩個黨派都會自己派人下去 但我們都說過 其實 雖然黨派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但人選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如果你們兩個沒有那麼重量級的人 是不是拿回那些票呢 我估計 九西他們想派王碧雲下去 一定 這個都很清楚 很可能出現的情況就是 王碧雲和廖勝利 出九西 代表民協和民主黨 那時候都很精彩 究竟他們兩個少了 我們相信會比兩個資深的議員少了 那他們兩個合起來就是 老虎 那 黃碧雲都六十多 神經! 不 神經! 誰有啊 神經! 那誰有六十多 你發神經 你會發神經 非常大 是不是 你有沒有熟讀對手啊 有 我記得做得沒差就差不多退休 有人提了 如果李慧琼出選文超級區議員 但我猜就不會了,因為劉光華出選的機會很大 時間沒什麼,有人問我們是否說獄警罪 因為剛剛才看到新聞,不知道他在說什麼,所以不能評論 是啊,這個可能也要慢慢來這星期討論 還有資料還未詳細出來 還有我個人是一定反對的,你說出來我反對 我已經不用看裡面說什麼,已經知道要反對 什麼叫獄警罪,你是傻的 我聽了兩句,曾慧雄接受訪問 主要是因為在抄牌的時候,司機就會辱罵警員 所以就有必要考慮引入獄警罪 神經病,你隨家查人身分證那一種不是侮辱 是啊 好,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繼續,妄想最大檔,拜拜 對人自己的說法就是 現在所有訂單還免運費,一支都送的 快點進入yeswine.com下單吧 香港人網大達地 G-Go City團購網呈獻 精明網購熱買流行榜 HELLO 大家好,今天又是我Zero跟大家介紹優惠 作為一個對生活有品味的人,是對生活細節有所要求 小魚一杯每天都喝的咖啡都一定不可以馬虎 如果你好像我Zero一樣,這麼有品味 以下的優惠就不可以錯過了 由Best Drink推出的100% 在荷蘭製造的ICS特龍咖啡豆 加經典磨豆機套裝 ICS特龍咖啡豆,全部都是新鮮烘培 泡製出來的咖啡,香醇又滑順 還有ISO國際品質保證,原價413元 現在團購$157元 就可以在家或辦公室都享受到 比美專業咖啡廳衝出來的鮮烘培 加進去給315分 加進去給115分 加進去給315分 加進去給37分 加進去給315分 加進去給375分